所有騙局無非圍繞著一個淺誌 因此凡是涉及錢財 考生和家長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一旦遭遇招生詐騙 要及時向招生機構和公安機關舉報 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高考就結束了 高中的書本備考資料如何處理呢? 今日台山一中的老師和學生 就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處理方法 就是將高中的書籍 捐給邊緣地區有需要的學子 台山一中韓方程老師 是江門緩疆教師團的一員 2019年開始 他遠赴新疆客甚疏父院第一中學任教 主要負責心理健康教育課 疏父一中是一所民族高中 在下學生四千餘人 大多來自偏遠的農村 學生學習資料相對潰乏 但是這些學生的學習熱情高漲 即使是薄薄幾頁的複雜資料 他們也經常拿著這些資料向老師請教 反覆學習十分珍惜 由於客觀的地理條件 所以在教學方面有很多障礙 特別是學習資料相對來說是比較匱乏的 比如說有些孩子上高山 我們內地有很多的孩子都會有很多的輔導班 或者是這樣一些資料 甚至是網課 但是當地的孩子在這些方面 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通過我們高山學生的這樣一個捐助活動 幫助他們能夠有更多的這樣一個 學習的一些途徑或者說渠道 為幫助新疆學子 韓方程老師積極向台山一中的高三師生 發出民族團結 共木書香 愛心捐書活動倡議 好照大家捐出適合疏輔一中同學使用的各類字典 詞典 學科工具書 得到同學的熱烈響應 他們第一時間整理好自己的學習資料 並在書本的非頁上寫上對新疆小夥伴的祝福 聽到學校捐書這個消息之後 我馬上就把我的筆記本 還有我那些沒有做完的卷子捐了出去 這些筆記本 是我在一次一次學校的模考之中 積累起來的每一個每知識點 希望我積累的這些筆記 能對這些南疆的學生們有很大的幫助 我把自己的一些學霸筆記 還有沒有用過的練習册都捐了出去 希望可以給那邊新疆地區的學生們 帶來一點學習上的幫助吧 當了解到南疆那些學生的條件很差 但是我們又有機會可以向他們捐書時 我內心是比較高興的 希望他們能夠在這些 真正的學習資料的幫助下 能夠擁有更好的學習條件 考上自己心儀的學校 據統計 台山一宗高三師生踴躍捐贈各類圖書 共計一千七百冊 這些來自台山的書籍和筆記 將會在新學年開始前 送達梳父一宗同學的手上 雖然昆仑山延綿千里 阻礙了與外界交流的這樣一些通道 但是我覺得通過愛 我們是可以跨越層層阻礙 通過大家一起携手 民族團結共募書鄉 能夠為他們打開一扇支持的橋樑 能夠為他們的人生提供一些幫助 總之一 感谢观看